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退役的金门老兵们响应县政府举办的老兵召集令 带上家人共同重返金门 重温当年服役的回忆 我是74年退伍 离开金门 然后到107年 县政府开办大胆倒老兵志工团 那是为了大胆观光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好多弟兄就报名 从107年到现在除了疫情 有一个110年以外 几乎每年我们都回来一趟到两趟 那我们今天来的弟兄里面 有很多大概也回来五六趟 也有 那也有的是今天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大胆倒老兵志工团 就是一个交接的 所以也欢迎随时的一些新的老兵来加入我们 67年12月1号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 然后46年来第一次回 看到了这个景色跟你当中看的有没有 天欢地物的改变 以前金门反正就是占地的气氛弥漫 现在就是以前是军人一大堆 现在一个都没有 听说到外面也要穿变 阴暗又狭窄的坑道里 老兵们戴着头灯工程帽 手上拿着铝盆盐敲 齐心协力铲除坑道内的泥土 协助居民打扫坑道 迈入第六年的老兵召集令 县政府增设多项的互动式活动 要让来玩的游客都能体验到当兵的感觉 今年特别我们把师辰给往前提早 从历年的11、12月提早到今年的7月、8月开始 那我们希望呢可以把这一个老兵活动的这样一个热忱呢 然后把它做一个延续 那我们希望借由呢 就营造这些这一个 旧时的这一些军事的这些活动 还有氛围呢 能够让老兵们能够重新回味 当时在金门服役的这一个经验 老兵召集令活动从7月15号开跑 截至7月22号 总共710位老兵返金 陪同家属就有1303位 县政府今年将老兵召集令活动提前到7月办理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老兵们 都能趁着暑假西家带卷 共同体验占地前线的风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